说书唱戏劝人疯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 不是 站这干嘛呢 不是 我这表演相声啊 还说相 现在说相声不挣钱了 知道吗 那我也就干这个了 你看 我都不在你们这团伙混了 什么叫团伙啊 改行了 你改行干嘛去了 看这衣服看不完 你钓鱼去了 这是 拍戏 拍戏 我现在跟着一个大导演拍戏 国际大导演 谁啊 波波大导演 波波大导演 但我是 我给人打杂 打个下手活 挣不着大钱 一个月百八十万 多少钱 你打个下手活百八十万了呢 打个杂 打个杂不算是吗 不算 照眼 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了 我赶紧走 我给波波大导演找演员来了 找一个男主角 找男主角 这个片头五百万 多少钱 五百万 五百万这男主角 我没工夫跟你聊了 不是 我赶紧走啊 不不不 那什么 我问问你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没什么条件 那意思就是 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是男的能喘气就行 就来这五百万了 五百万 我是五百万 不是不是 我想来这五百万这个男一 你来这个 咱俩这关系 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 你给我推 推荐 推荐 这还真巧了 怎么呢 这波波大导演啊 就在北京电视台 为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是 是啊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 你太好了 太好了 我给你找找 咱俩搭档 我得帮你 好好好 波波 啊 波波 有没有馅馒头啊 这波波 波波 哎呦 哎呦 找到了 找到了 不好找啊 是是是 我也费劲 投了那些可都不成 是是 都不成 这个你会找着了 愣让我找着了 没记者相信 好好好 你表现不错 谢谢大家 在哪里 活的 就这个吗 就这个 就这个 这都是啊 这可不都是 这没有拆开了的 没有来半套的 来来来 关了关了 关了 好了啊 导演 叫什么名字 我叫连旭 小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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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 您看我是演男一 您是导演 对 您不得给我 说说这戏吗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我好回去 温惜温惜啊 好好 我把这怎么戏 我跟你说一下啊 您说说说说说 这戏呢 咱们是宋朝的事情 宋徽宗年间 在水泼梁山上 我们摘了一个片段 构成这么一个电影 什么名呢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 叫潘金莲 和他的三个男人 这名一听就有深度啊 是不是 我跟您说 我跟您说我没有问您的意思了 这三男人我全认识 五大 五二 西门庆 对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就我这个容貌 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来五大 五二有人演了 五二是成龙演 对 西门庆是李廉杰演 这还打戏呢 你只能演五大 那我演吧 演五大 小学生 好 五大郎 你知道他是一个 一个小企业家 对 他是卖炊饼的 那是我的职业 对 卖完炊饼呢 回来 到家门口一看呢 门关着 从里边给插上了 从里边插上了呢 怎么着 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 潘金莲和西门庆 他们在屋里 知道吧 我知道 当时你生气 我气 你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一抬腿 当 你就把门给踹了 多的劲儿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是啊 把门就给踹开了 嗯 你可就忘了 怎么了 你们家这个房驼呀 是年久失修 一踹门 这个震动太大了 怎么样 哗叉 这房驼下来了 整歇在你的脑袋上 当时你的血 哗就下来了 当然不要很多 八百兮兮 哗一下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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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好吧 你去方便方便 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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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啊 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 我这这受不了 我这个你这房拖下 我使那么大劲干嘛 我这上我这 答案我可为你想 我这 我这 我想这个 我为你着想 我知道 你听我说 你前面给我的事演出费 我去参演的费 你这个这写都 这我们有 挂彩费 彩钱 还有彩钱 彩钱 彩钱怎么给 怎么给 这个按照国际管理 支出一厘米 五万 别闹啊 别闹啊 闹什么啊 这不是 不是我 不是跟您说钱这事 我主要跟您说 就是这个艺术 钱我觉得是好 但是艺术是无价的 对对对 刚才说多少钱一厘米 多少钱一厘米 五万一厘米 我这这 也甭太多 我现在来三米的 三米啊 五位钱 五位钱 这是艺术 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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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怎么这么快啊 怎么你吃了头发了 是怎么办 我跟你说啊 你淡定一点 我跟你说 你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 这里就扑一下来 我呲 三米 你呲得了那么远吗 我尽量底下使劲 好好好 我使劲 我使劲 好好好 这样吧 声音的戏让他跟你说一下 这后边没有多少戏了 他得跟我说 累乎于这样的戏 也就是七十几场 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 我要走了 我上医院 我上医院 因为还有那个 投了就是在你之前 演五大郎的那四十多个人 他们需要我去交一交手术费 对 好吧 不是 不是 不怎么样 你听到最后 你播不当也说什么了吗 我投了着啊 四十多个五大郎 还给医院抢救呢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我能怎么不一样啊 他们的经历 你不能再有了 你甭废的话 我演完了 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 就是吧 看你这就不懂了吧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戏来说啊 你这么演 怎么着 打今儿起 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 一天比一天有名 打今天起 你算是 成了 死了 是